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罗沙海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之后 整个市场都弥漫着好奇和猜测的气氛 这场风波的结局简直出人意料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刀狼作为市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对于这件事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刀狼表示他对于纳英的道歉并不满意 认为他的道歉显得有些虚伪 纳英之前在市场中的表现让许多人对他产生了质疑 刀狼的言论无疑是让这种质疑声更加的响亮 然而刀狼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进一步表示 想要真正的了解纳英的真实态度 还需要看周深粉丝的回应 周深作为市场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们的喜爱 刀狼认为周深粉丝对于纳英的回应将直接反映出纳英在市场中的真实地位 这场风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市场中的风云变化 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刀狼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他的回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纳英道歉的看法 还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整个市场的独到见解 这样的刀狼无疑是市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不过在他的回应中似乎看不到任何有关于对此事的态度 经济人称他们不会对外有任何回应 之前也有刀狼的好友出来说话 称刀狼的格局没有那么小 不可能写歌骂人 本来以为刀狼的回应能够让网友暂时消停一下的 看样子骂声还是停不下来了呀 有网友站在刀狼这边认为不能回应 不然就要回应千百次 还有网友猜测起了刀狼的意思 猜测刀狼懂营销 懂炒作 从网友对刀狼回应的态度就能够看得出来 从一首歌开始的风波已经变成了两个圈层和两种审美之间的较量 大家不妨回过头来看 关于刀狼和几位主流歌手的事儿 真的至于争吵这么久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 那鹰的评论已经高达五百六十万之多 是真的有那么多人骂他吗 未必 因为有很多网友是一遍遍去骂 才会导致骂声还没有停下来 大家对那鹰的恶评难道是应该的吗 当年作为评审的那鹰 并没有批评过刀狼本人 甚至还说到专辑销量不如他的这个事实 而那鹰所说的审美观点 在那个网络歌手层出不穷的彩灵时代 确实是饱受争议的 当年刀狼也的确被批评过 是恶俗音乐 这件事儿并不是那鹰一个人的看法 而是当年那个时代的看法 只是当年批评 刀狼的那些人 那鹰杨昆算得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他们的话确实也是言词激烈了一些 有理有据的评判音乐倒还好 作为公众人物来说 还是得注意言词 可是有些网友还在用农民工材去听的 刀狼这句谣言在批评那鹰 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就像有的网友说的 大家真的是在替刀狼出头吗 难道不是在借着这股刀狼风波 在替自己的音乐审美抱不平吗 音乐审美这个事真的很难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代 不妨再认真看一下这些音乐 当年刀狼的音乐之所以被打入 恶俗网络歌曲的行列 是因为那首冲动的惩罚 回过头再看这首歌的歌词 是不是也太过于直白 像什么香水有毒 那一夜等等这样的歌曲 在当年尽管广为流传 可实际上歌词确实是有些不雅 就像陷入经历一些 喊卖歌网络神曲一样 是被很多人喜欢不假 但对于歌曲本身来说 是真的称不上是好的音乐作品 刀狼当年在饱受争议时 还被评价为三俗 但他很快的 刀狼转换了自己的风格 让所谓的三俗变成了通俗 民俗风俗 之后还创作了一些 真的有关于民风民俗的 原生态音乐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从刀狼这次的作品 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作品不再是表达的 那么直白赤裸的 情情爱爱 而是有关于传统文化 这样多变的音乐风格 和深邃的思想 的确要比上之前的音乐 好上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在当年 那波和刀狼并称为 网络歌手的歌手们 有的早已消失在时代里 像是凤凰传奇 许松 汪苏龙他们曾经也不是 所谓的主流音乐 但在爆火之后 他们是真的用实力在说话 交出了能够让所有人 都满意的音乐作品 曾经写过什么不重要 曾经被如何批评过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品以及作品 是否被流传下来 而对于大众而言 也不该再去纠结 什么是主流音乐 什么是大众音乐 只要是大众喜欢的音乐 就较值得流行和传唱的 仔细阅读 那应道歉的全部内容 第一句话就可以发现 这只是作者的自行想象罢了 可能作者只是想蹭热度 结果被其他网友看到 误以为是那应道歉 被截图在网络上传播 使得很多网友以为那应道歉 实则那应并没有在任何 个人媒体账号上 公开表达过歉意 而那应似乎也不需要道歉 有网友在试图寻找那应说 刀狼的歌是给农民听了这句话 并没有结果 找到的最终出处啊 说这句话的不是那应 而是大鹏的一句玩笑话 大鹏节目中说 那姐还说了一句 不怎么留情面的话 说去KTV里点刀狼歌曲的 都是农民 事后大鹏也给刀狼道歉过 并且表示只是在喜剧节目中 开了个玩笑 当时媒体记者也采访问过刀狼 刀狼本人回应 这话是不是你亲耳听到他说的 刀狼说没有事吧 所以这个是空穴来风 所以啊 那应听说刀狼的歌都是农民 这句话为谣言 当然网友们的仇恨值不值 不仅仅是那应负面评价过刀狼的音乐 还有当年那应作为评委 要在26位歌手中选10位 力排刀狼入围十大影响力歌手 当时有媒体采访 那应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刘欢和刀狼之间 他会选择去听刘欢 也是因为出于音乐性的考虑 并且肯定了刀狼的专辑销量和影响力 所以啊 那应只是因为当年没有选择 刀狼成为十大影响力歌手 就成为现在网友征战的对象 其实想想看 我们很多人都一样 都是看看热闹 甚至跟风评论几句 谁是真的刀狼的铁粉 爱刀狼粉和菜的粉丝一样 死都要追随吗 并没有 甚至有的网友 都没有听过刀狼的新歌 就开始跟风去踩纳鹰 纳鹰很冤啊 他没有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啊 被大众推上风口浪尖 甚至被很多网友编出道歉的话术 刀狼更冤啊 发了首新歌 突然就被网友讨论 更有媒体记者采访 创作动机是什么 经纪人被迫首次发生回应 对外我们不会有任何东西 其实网友们 想给刀狼的正义 或许是更大的压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发声 oysters 超能力 一直被人付出 死他 为由拥有